欢迎来到中年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新一代男神杨阳,怎么就变油腻了呢? 随着杨阳和王楚然主演的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的开播, 观众对这部电视剧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第一是赞赏。 平时平平无奇的魏大勋,却通过这部聚火了。 魏大勋扮演的孟艳辰和许沁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 而一直被他保护得爱着的妹妹,却爱上了别人, 这种爱而不得的情感,被魏大勋拿捏住了, 所以把孟艳辰这个角色引活了。 他并没有因为接的是男二的戏份而随意, 而是认真打磨角色、沉浸角色,从而打动了观众。 二是差评。 杨阳在剧中扮演的宋艳,是被网友吐槽各种油腻, 拍戏的时候看镜头,把灭火气用来逗女主开心, 接吻的时候很暴力,就很想吐槽编剧是怎么回事, 把清爽形男神杨阳,硬生生地给弄成了油腻男。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杨阳是很清秀的男孩, 但是演戏的时候总是端着,没有真正的入角色,成为角色, 而且很多影视片段真的大可不必,反正让人看着很出戏。 就比如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夜华扯拉面的戏份就没有必要。 还是希望杨阳在接电视剧的时候,能遇到好多编剧。 同时,要多听听观众的意见,也不要端着了,放下姿态,融入角色, 这样才能更好的打动观众。 期待你塑造更多经典的角色。 迪丽热巴成都之行晒黑了,网友黑也是美。 迪丽热巴,这位深受女明星喜爱的人, 用自己的美貌、才华和魅力征服了无数粉丝的心。 她在影视剧、综艺节目、音乐舞台、时尚领域展现了多面魅力, 成为备受瞩目的明星。 近日,她空降成多IFS参加新代言、手表品牌的剪彩活动, 展现出极高的人气和吸引力。 活动当天,迪丽热巴身着蓝色职业套装, 展现出时尚干练的形象。 她一直面带微笑与粉丝互动, 尽管活动现场人头攒动, 但她始终保持着高贵的态度, 没有任何不耐烦的迹象。 她的风度和气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在剪彩环节, 她挺拔的身姿令人难忘。 活动结束后, 迪丽热巴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化妆视频, 展示了自己的化妆技巧和经验。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观众夫妇发现迪丽热巴被晒黑了。 她说成都的阳光太强烈, 让她更健康、更性感。 这一出乎意料的变化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他们都表示并不在意迪丽热巴晒黑的状态, 甚至认为晒黑后的她更加美丽迷人。 网友纷纷评论, 黑也美。 怎么可以这么好看? 晒黑了没关系。 你还是那么可爱。 晒黑了更美味了。 你是我的女神。 黑色不影响你的气质。 你是我的偶像。 这些赞美和支持充分展现了迪丽热巴 在球迷心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然而, 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疑问。 迪丽热巴晒黑会影响她的形象和今后的工作吗? 作为明星, 形象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她的晒黑是否改变了粉丝对她的看法, 或者让她错过了一些机会? 或者晒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细节, 不会对她的职业生涯产生任何影响。 这些问题让人们对迪丽热巴的未来产生了一些怀疑, 留下了悬念。 无论如何, 迪丽热巴都是勤奋、勇敢、坚强的女孩, 她用她的星光照亮了无数人的心。 她的美貌、才华和魅力使她在演艺圈中脱颖而出, 并受到众多粉丝的喜爱和追捧。 迪丽热巴能否保持人气和成功,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管她晒不黑, 她的粉丝们一定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她, 因为她是他们心中的女神。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